清其所有送丈夫出国留学 他却突然收到丈夫在国外出轨的消息 自己的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 而且还有照片为证 出国与第三者谈判 结果会怎样 这一场婚姻保卫战已经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情敌已经退出 他的丈夫为何还要提出离婚 向父亲丈夫要赔偿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3年的一天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张慧下班回到了家中 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屋 两年前他的老公李飞到德国去留学 从那开始张慧每天过的都是这样 孤独寂寞的日子 因此在每天晚上 他都盼望着丈夫李飞打电话回家来 不管丈夫在电话里说些什么 都能让张慧的心里感到十分安慰 这一天晚上 就在他沉浸在自己思绪之中的时候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 把他拉回了现实 他以为是丈夫李飞打来的电话 就急忙起身去接听 结果在电话里面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问 这是不是李飞的家 张慧说是啊 我是他妻子 那个陌生男人就告诉张慧 你丈夫李飞勾引我未婚妻罗西 请你制止李飞插足我们爱情的不道德行为 张慧听了以后 莫名其妙啊他本能就反问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呀 那个男人呢就说你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我马上就把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发给你看 张慧啊心里有点犹豫 因为这个男人他不认识啊 凭什么要把手机号码给他呀 但是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 他就必须得这样做 于是啊他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对方 很快张慧的手机上就收到了照片 上面啊正是他朝思暮想的老公李飞 在甜蜜的拥抱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还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热烈拥吻的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一瞬间 张慧的脑袋啊就变成了空白 自己的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 而且还有照片为证 手机里的照片无疑就是丈夫出轨的铁证 想到丈夫这两年不在身边 自己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双方老人 以及丈夫在德国学习生活的一切费用 而等到了却是丈夫已经背叛自己的消息 张慧忍不住伤心流泪 事已至此张慧该怎么办 要不要去德国 如果一会儿李飞打电话过来 要不要在电话当中跟他摊牌 要不要在电话里跟他讲清这些事情 张慧忍在犹豫和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这回是他的丈夫李飞打来的 李飞像往常一样 在电话里热情摇腻 张慧犹豫了好几次 想揭开他的虚伪面纱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想了 如果两个人在电话里谈这些事情 他的老公肯定不会承认 这样的事情必须当面说清 下定决心以后张慧就告诉李飞 说我要去德国和你见面 李飞听了以后当时有点吃惊 说咱们前两天打电话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说 张慧说我这是临时决定 李飞听了以后笑着说 好好你来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但是张慧已经感觉到 在丈夫李飞的话中 似乎有敷衍他的成分 他心里不禁肯定 他确实在外边有女人了 通话之后 张慧就开始着手准备去德国的事情 那么张慧为这次见面做了什么准备 他会怎样质问丈夫出轨的事情 他和丈夫的婚姻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对张慧而言 这是一次感慨万千的旅程 直到飞机落地 张慧也没有想好 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应对丈夫李飞 最后他决定顺其自然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以后 张慧就拉着自己的行李走了出来 他抬眼向街机的人群中忘记 没有看到丈夫李飞的熟悉身影 难道他忘了自己的航班 张慧正在疑惑间 看见了一个纸牌上写着自己的名字 而举牌子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张慧顿时就觉得这个女孩有些面熟 他马上就领悟到了 他就是李飞移情别恋的罗西 张慧就拉着行李上前对他讲 我就是张慧 那个年轻女孩阳光般地微笑着 伸出手来接她的行李 同时说我是罗西 李飞让我来接你 张慧就淡淡地问道 李飞让你来接我 难道他不敢来接我吗 这个罗西一点也不怯场 他说咱们先谈谈也不坏啊 在去酒店的路上 罗西和张慧他们两个人呢 根本没有说话 张慧啊两眼望着窗外 路上的景色其实也根本没有看在眼里 罗西把张慧送到了酒店 办理入住手续以后 就询问张慧 你什么时候方便 咱们两个人啊谈一谈 张慧看到这样理直气壮的情敌 张慧心里啊就觉得他很无耻 心想既然早晚都在交锋 现在回避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张慧就答应道 说我们现在啊就可以谈 罗西说那好啊 你先收拾一下东西 我在酒店的大堂里等你 张慧到了房间放下行李以后 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啊装扮了一下 然后来到了酒店的大堂 看到罗西那张年轻的面孔 张慧知道自己再怎么打扮 也不能掩盖岁月留下的印记 从得知丈夫出轨 再到与比自己年轻漂亮的第三者见面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丈夫不肯与自己直接相见 显然已经站在了第三者一边 面对有备而来的第三者 处于劣势的张慧 如何能够挽回丈夫的心 保卫家庭 罗西看着张慧啊 首先张嘴说道 我知道我前男友给你打电话了 张慧啊 马上就截住他的话头 罗小姐 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你就不要说了 我比李飞大十岁 你知道吗 罗西啊 点了点头 张慧又说 你知道我们相差十岁 为什么还会在一起结合呢 罗西啊 不知道张慧要说什么 所以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于是张慧就给罗西讲了 他和李飞走在一起的经过 一段陈年往事 能否挽救他的婚姻 罗西马上就激动的表态 我没有想到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第三者决定退出 他的丈夫是否能够回归家庭 他没有想到啊 李飞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然后哽咽着说 他爱罗西 是罗西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爱情 是继续挽回丈夫的爱 还是选择放手 让三个人都得到解脱 向父亲丈夫要赔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有人说生活是道复杂难解的公式 我们有算法 有人说生活是堂不断学习的课程 我们有说法 有人说生活是本阅读不进的书 我们有看法 生活中有算法 说法 看法 法律讲堂为您讲法 当年李飞大学毕业 来到上海进行打拼 而张慧呢 是某家公司的人事经理 在招聘的过程中 他认识了激情洋溢的李飞 虽然因为专业不对口 李飞啊 没有在他的公司入职 但是李飞那个年轻的 充满理想激情洋溢的性格 吸引了张慧 张慧心里啊 总想帮一帮这个 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 于是啊 他们两个人呢 就留了电话号码 经常进行联系 李飞对于张慧给予的求职指点 非常的感激 不久啊 他也早到了工作 上班以后 他就经常和张慧两个人见面 在交往当中啊 两个人对对方都产生了好感 但是张慧知道 自己比李飞大十岁 年龄啊 悬殊太大 再加上他认为 女人比男人老得快 所以 他对和李飞发展感情 是没有信心的 但是不久 李飞的母亲患了一场病 就是这样一件事 让他们两个人敞开了心扉 有一次 李飞的母亲突然患疾病住院 而且需要十万元的住院 及做手术的费用 而李飞那个时候 刚参加工作没有几年 手中并没有多少积蓄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 像孩子一样的无助的哭了起来 而张慧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 就到银行取出了十五万元 给了李飞 并且和李飞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中 李飞母亲的手术顺利的进行了 于是张慧啊 天天就在医院陪护李飞的母亲 端屎端尿 毫无怨言 这不仅让李飞和家人感动不已 而且连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也都以为张慧是李飞的女朋友 李飞的母亲出院以后啊 李飞就向张慧表白了自己的感情 坚决要求和张慧谈恋爱 并且告诉张慧 年龄不是两个人交往的障碍 从那以后啊 李飞每天对张慧嘘寒问暖 上班送下班接 张慧啊 本来心里就喜欢李飞 后来啊 他也被李飞的执着感动了 于是两个人谈起了恋爱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以后 李飞为了自己的前途 决定去德国留学深造 张慧啊 表示坚决支持他想法 而且会说 自己在经济上一定会全力支持 李飞听了以后啊 动情不已 他就拿出了自己早已买好的戒指 向张慧求婚 就这样 在李飞去德国之前 他们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举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婚礼 李飞承诺张慧 说我学成回国以后啊 一定补办一个盛大的结婚典礼 张慧呢 毫不吝惜啊 拿出了自己积攒的八十万元 帮助李飞缴纳了留学的各项费用 而且他还经常去看望 李飞的父母 自己在孤灯暗夜当中 期待着每天李飞的来电 张慧一边回忆一边讲述 他和丈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那么原本处于优势的第三者 罗西会如何反应呢 他会对张慧说些什么呢 这整个过程啊 张慧讲的都非常平静 脸上没有埋怨 也没有愤恨 但是他注意到 罗西的脸上表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 到后来他逐渐露出了惭愧的深情 张慧啊最后表示 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是真正的爱情 我可以无条件的退出 他话音一落 罗西马上就激动的表态 李飞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 我没有想到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你等着 我马上让他来见你 说完以后啊 罗西就急匆匆的告辞而起 看着罗西远去的背影 张慧知道 同为女人 罗西已经无言再擦足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了 这一场婚姻保卫战 已经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一个多小时以后 张慧在房间里等到了自己的丈夫 李飞 李飞啊像做错事的小朋友一样 很胆怯地走进了房间 但是张慧啊 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把自己带来的东西啊 一一拿了出来 告诉李飞 说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这是冬天穿的 那是夏天用的 那个是爸爸妈妈给你准备的 张慧啊还没有把这些物品介绍完 李飞啊 在那边就已经哭出声来 他上前抱住了张慧 不停地道歉说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这个家 刚才罗西啊 已经把你们谈话的事情跟我说了 我错了 我应该对你和家庭负责 我已经和罗西说好了 我们两个人分手 到了这个时候啊 张慧才抹着眼泪哭出声来 那一天晚上啊 他们夫妻两个都哭了很久 也说了很久 从那以后 李飞啊就陪着张慧 在德国啊玩了一个星期 每天他都向张慧反省自己的错误 而张慧啊最后也很大度的表示 理解他一个人在外边的寂寞 在离开德国之前 张慧啊还专门让李飞 邀请罗西一起吃饭 他拉着罗西的手 感谢罗西代替自己照顾了李飞 并且告诉罗西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 还可以互相帮助 这样啊我在国内会更安心 罗西啊也真诚的向张慧道歉 说自己年轻气盛 感情用事 介入到了他们的婚姻当中 实在是不应该的 张慧的婚姻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安顿好了丈夫 张慧便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回国之后 丈夫每次打电话 张慧都明显感到 丈夫与自己生分了许多 起初张慧并没有十分在意 直到有一天 丈夫又一次打来了电话 向他吐露了心声 直到有一天 张慧啊突然接到了李飞的电话 他一听啊 就知道李飞已经喝多了 张慧就劝李飞 说你少喝点酒 早点休息 他没有想到啊 李飞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然后哽咽着说 他爱罗西 是罗西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爱情 离开了罗西以后啊 他非常痛苦 他还说 张慧为他和这个 他的家庭付出了这么多 自己用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所以他现在心里啊 非常的矛盾和纠结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张慧听着李飞的话 心如刀脚 他知道李飞喝醉了 但是他也知道 他酒后吐真言 其实他讲的这些话 都是李飞内心真实的想法 张慧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的心里也很痛苦 也很难过 李飞最后什么时候挂的电话 他都没有察觉 张慧接了李飞的电话以后啊 第二天他也无心上班了 自己在家中啊 想一想哭一哭 可以说难过了一天 到了傍晚时分 他看着窗外的夕阳 经过一天的痛苦思考 他想通了 自己不需要施舍的爱情 没有感情基础 只有报恩心理的婚姻 终究是难以长久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 自己何不放手 让感情漩涡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得到解脱呢 张慧再次踏上了 飞往德国的航班 见到李飞和罗西以后 张慧明确告诉他们 我同意和李飞离婚 我也祝福你们今后生活幸福 李飞和罗西面对这么大度的张慧啊 都失声痛哭 李飞说 我一定要补偿张慧 而张慧啊 也答应了 因为他认为这样比较公平 未来自己也要开始新的生活呀 在德国律师的见证下 李飞和张慧两个人签订了分居协议 约定李飞自愿补偿张慧十万欧元 但是李飞现在没有能力全额支付 所以只能啊分期补偿 在李飞回国以后 他们双方办理离婚手续 丈夫无法忠于家庭 她决定放手 让三个人都得到解脱 半年以后 张慧啊 也找到了自己的新男友 可谁知离婚之后 前夫竟拒捕支付补偿款 所作所为令他失望至极 张慧觉得自己 这一次不能再放纵 李飞做人的背信气了 一怒之下 他把前夫告上法庭 他能否向前夫 讨要十万欧元的补偿款 向父亲丈夫要赔偿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李飞和张慧两个人呢 共同又回到了国内 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然后李飞再一次飞往德国 这场婚姻 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这一场失败的婚姻 让张慧失去了所有 但不久啊 李飞和罗希传来了结婚的消息 张慧还为此专门发电致贺 半年以后 张慧啊 也找到了自己的新男友 他也决定要尽快的成家生子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李飞在签了这个分局协议以后啊 一直没有履行给付补偿款的义务 张慧啊 为了自己的新生活 就多次通过电话 邮件 短信的方式联系李飞 但是李飞总是说 我现在自己刚毕业 正在打拼当中 经济状况不好 不过我肯定会给你的 可是什么时候给 他没有任何的表示 张慧对李飞失望至极 他觉得激情洋溢的前夫 实际上是缺少脚踏实地的精神 他很庆幸自己 没有一辈子成为他的依赖和靠山 张慧觉得自己 这一次不能再放纵 李飞做人的背信契义了 他要让他明白 承诺是一种责任 是男人就应当有担当 经过考虑 张慧将李飞诉至法院 要求李飞支付十万欧元的补偿款 但是李飞收到法院送拿的传票后 立即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那么他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做出怎样的辩解呢 他指出分居协议 是两个人在德国签订的 那个时候 他们双方还在婚姻的存续当中 现在两个人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应当按照婚姻法的规定 分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 共同财产 因此他请求法院 宣告那个分居协议无效 您看 根据被告李飞的答辩 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 那就是张慧和李飞 在德国签订的分居协议 是否具有法律效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讲分居协议 所谓分居协议 就是指夫妻双方 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 就终止夫妻的同居义务 所达成的书面协议 这个分居协议的内容 一般包括 夫妻两个人自愿分居 就是不在一块住了 另外一个 两个人在分居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有子女的子女的抚养 还有夫妻共同产产的管理 以及他们分居终止的期限 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分居协议啊 属于民事合同的一种 受到我国民事法律的保护 以前我们多次讲过民法通责 民事法律行为成立 其实就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第二个就是意思表示真实 第三个 不违反法律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一点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分居协议如果要想有效的话 必须是自愿签订 合法有效 关于这一点呢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国合同法第52条 是这样规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第一 第一 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 定立合同 而且还损害国家利益 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 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第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第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我们以此来衡量他们两个人签订的分居协议 首先是两个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其次 李飞当时自愿提出了要给张会经济补偿 那这与张会的付出相比啊 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再次 他们在国外签署的协议 是可以作为证据在国内使用的 不过要履行一个在国外公证处公证和中国驻当地大使馆 或者领事馆见证的手续而已 这并不涉及到合同的效率问题 李飞和张会两个人离婚时虽然没有共同财产 但是他承诺要给张会十万欧元的补偿 这个法律效率 法律是认可的 所以最后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 这个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 并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 李飞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最后法院判决 李飞按照协议履行给付张会十万欧元的义务 观众朋友 一个人的成长在于学会担当 一个人的成熟在于学会放手 张会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明白了 感动不是感情 痴情也未必换来真情 爱情是感性的 责任则是理性的 两者是婚姻的两亿 平衡了才能使婚姻升华 如果不平衡了 婚姻就可能坠毁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三年漂亮的老婆向她提出离婚 范蕾只能给她稳定的生活 不能满足她的故事 离婚之后 前妻又找上门来提出复合 前妻要住在家里 还主动表示了有爱 怎么办 她本以平静的生活 因为前妻的到来 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 找上门的前妻 明日播出